女人最窩心 今天也很想再和你们 去分享一个我和我妈妈的故事 我就觉得开始要转换环境 刚好电影公司就说想和我签合约 而且第一部都给我做电影里的女主角 可惜因为电影的尺度比电视剧一定是阔很多 在我自己的立场里我就接受不了 我开始就退了 由第一部开始推第二部开始推 慢慢慢慢久了 你都会想象得到 我的戏一定会越来越少 我曾经试过在一年里我是没有工作的 但是我在家庭里的经济支柱 一年没工作你猜会怎样呢 我爸爸妈妈他们会怎样呢 在那个时刻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压力我 只要默默地支持我 直到有一天突然经理人打给我 美娟 这部电影你一定会接的 那我说 为什么我一定会接呢 你很正气的 那我说 是啊 我怎样正气法呢 他说 这部电影就是台湾包青天 那他来香港每一个单元里都要找一个演员 他就想找你 我听到 包青天真是很正气的 那我当然当然很开心想接了 但是他就给了一个时间我 说那个是一个月内要拍完 没接到这部电影之前 其实我就答应了一个 慈善的机构 是做一些义务工作 去美国一个月 那我一早就答应了 一听到那个时间 那怎么办呢 这边是赚钱 这边就是做一些教育义务工作 那一刻有一点点忐忑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就去问我妈妈了 我妈妈就在那儿煮饭 她呢 竟然很轻缘淡舍地回答我 当然做了有意义的工作先 因为这个是一个承诺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那一刻我眼泪就流了 我在想 现在一年没工作 不是需要钱的吗 义务工作其实随时都可以做到 这些这么正气的剧 未必时时都会有 但是那一刻我闪完之后 哭完之后 我决定就跟金人说 对不起了 我都是不接了 我继续要去做美国这个工作 在那一刻我看到 我妈妈她一份的坚持 人人都说新教 这个就是新教 她让我看到这份积极的思想 看到对人承诺 因为我答应了美国先的嘛 所以我很多谢我妈妈 她让我知道 什么叫做走正确的路 当然故事还没完的 当我推了之后 我经历告诉我 台湾那边说 愿意等我回来 在美国回来再给我拍这个单元剧 在整件事上 我得到的是我妈妈给我的正面思想 她直接影响到我 现在我做人的价值观 多谢你妈妈 谢谢你妈妈妈 谢谢你妈妈妈 感谢观看